真的想不到堂堂一部機體 你出來的意思是在哪裏 各位珍珠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訓導 我們再玩這隻遊戲吧 Gundam Breaker Mobile 上星期日就做了一個簡單直播 我投票了哪一位觀眾去的機體 格鬥力目前最高可以在影片中展示給各位觀眾看 所以我們今集就會選出3D27這位觀眾 另外也想跟大家說說 鍾哥現在的身體都一直吃藥 狀態還未回復到以前最好的情況 現在希望就是吃藥 過完這個療程會好一點點 也都感謝各位觀眾的關心 雖然身體又不是那麼好 但是都可以照同大家一起看一看 今次星期三就有什麼更新的 因為星期三官方都說 接下來有一個大更新 我們可以看一看公告 對啦 今次就是一個大型更新1.4 1.4主要有些特別的東西就是 第10章會開放 照片館裡面就會多了少少功能可以讚好大家的相片 有一個好友的對戰模式 但是好友對戰模式 就並非與玩家之間的即時對戰 所以他出來的意思 就有點不明白了 他讓你跟好友對戰但是打AI 另外就是一些零件特性EX技能的上限 有一個新齒輪 終於有一個新齒輪 又是荒廢了很久的東西 又被齒輪 自由製作 等級上限升到190 製作加訓練 可以有一個再利用券 可以用之前用過的零件再用多一次 雖然這次1.4的東西都不是很多東西推出 也看到很多玩家都... 慢慢地退休 我自己就沒什麼感覺 因為北京玩了一段時間 其實對他就已經... 本屁的態度 只不過是可以繼續組裝不同的零件 滿足一下自己的... 模型人 繼續玩下去 以及繼續更新一些資訊給大家 還有一點點動力是玩下去的 但是遊戲上就... 原素真的沒什麼分別的了 而今次也... 推出了這個... 高達創壞者掣 又是... 要大家抽卡看的 還有AI駕駛完 所以其實官方... 一尾都是... 推出一些新機體 一直叫大家課金 真的令到... 各位玩家有點心談 另外還有一部深淵高達 內容其實基本上都一樣 膠粒還有一期 4月22日那一期就會推出... 膠粒的活動 即是下星期三 應該去到4月29日 最後一個星期又會有創快祭 到時又會推出什麼機體呢 大家可以隨便猜猜 所以現在一個月最少有兩次的限定蛋池 一個就是創快祭 一個就是高達創或者制 嘩...兩波這樣吸大家錢 都...不太樂觀了 當然大家對那部機有愛 當然是繼續抽下去 我看到不少觀眾都... 有抽這個... 創劃者祭 我們看看交換鎖 都真的沒有特別的東西 純粹是活動機體 使輪道具等等 很簡單 成就都...一如既往 都是打次數 又是沒有特別的東西 所以今次... 就簡單一點 我們直接看一看 活動機體 是... 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大家去換一換 那就是這部... 深淵高達 相當之多技能 這部機 那這部機呢 第一件就是它的頭部 頭部方面 數值上都是未如理想 所以都... 不用特別去追 而它的零件特性 裝備長矛類別 中距離攻擊的威力 提升14% 磁彙就是水綠兩用 加可變 多了一些新元素 是這個磁彙 水綠兩用 加上可變 很明顯是全坦型的磁彙 零件特性都有點特別 叫做裝備長矛類 就是會有射擊攻擊力的威力加成 在裡面 但實際上呢 都是用來做... 襯托 傑姐 那... 新墓... 也是 純粹是這招... 技能啦 雷射炮 雷射炮 雷射炮也是有些威力 都... 不建議大家去抽 那... 首部也是非常差的數值 對了 而EX技能就是... 又是雷射炮 貫通A減威力D 都不適合大家 這一部... 水綠兩用機 技能是多 但是... 整體上的實用性都是偏低 好... 反而這隻腳就有點看頭了 因為... 他的射擊攻擊力都可以上到559 活動機體來說也算是一個挺高的加成 如果我想賣兩張能力卡的話 都有1006 是不錯的 零件特性TG的時候 射擊彈速度提升14% 遲回也是水綠兩用 再加個中距離戰 反而這隻腳就... 有一點點用了 再看背 背的遲回都一樣 但是能力值的加成又不夠腳 那麼理想 EX技能也是雷射炮 反而這招雷射炮的威力是上到B 貫通D 初截時間6秒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玩了一段時間 這些活動機體的實用性真的偏低 除了那時候出過的衰助之藍 或者得天使等等 都會有一些用了卡加成效 會有個不錯的能力值之外 暫時這些角色都... 不太吸引 而最特別的就是這把雷射長矛 長矛類的格鬥功力也是偏低的 又是不用怎麼考慮 就算加上能力卡也只有25800 那...零件特性呢 屬於可變的時候 EX技能的初次充能量提升12% 持護也是偏坦的持護 所以這把長矛都... 不適合大家去換 所以總結其實這部深淵高達 就是純粹為活動而出的 實用性呢...也是偏低 各位多試一下腳 就可以大家考慮一下 但是如果這樣下去呢 官方其實你出一些活動 到底是有什麼意義呢 那你出部機 純粹就是用來襯托一些外觀 或者可能是圖色方面多了一個選擇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 堂堂一部機體 你出來的意思 是在哪裏 所以其實官方是不是 留考慮一下 究竟出活動機的願意 是做這些什麼呢 純粹給一個活動 大家去拆一下關卡 那就算了 還是可以再包裝多一點點呢 如果不是這樣下去 我想真的越來越多人會退限 這個是現時這部遊戲面對的問題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 簡單一點點 因為這次更新也沒什麼特別 除了新推出高達創 或者鍵是有些特別之外 活動真的有點不知所謂 也是用來陪襯 如果大家對這部遊戲有什麼意見 想發表的歡迎 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